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省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昨天通报了对湘潭远山乳业有限公司三具情案超标乳品的清查的情况 数据显示呢 该公司2010-0615批次问题玉米奶总共生产了861件 现在已经销售了824件 目前已经召回了345.4件 也就是说依然有大约516件问题玉米奶还没有被召回 今年的5月到6月湘潭远山乳业购买了一袋 25公斤装的青海冬元奶粉 外加2公斤冬元乳粉的散装样品用于配置乳酸玉米奶 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检验结果显示 青海冬元奶粉三具情案严重超标 达到了每公斤68毫克 目前湘潭远山乳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顿了